橘金姐 在江湖中长旗 在江湖中快乐 各位企业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湖清谈节目 我是胡一青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2018赛季陈维莲总决赛第二局的比赛 由南京苏中建设队 对上海中国天鹰队的比赛 好 我们先进入到实战中来 这盘棋由南京苏中建设的直黑 在第一局的比赛中 南京队已经先下一城 由于第一局这部白棋 这首棋也是事先准备好的 布局大家都是有所准备 黑棋率先上场的是 世界女子第一人 余之影 好 我们对上海中国天鹰队上场的是 曹佑颖 这部一间高加 这些下到目前为止 应该都是在双方的布局的准备范围内 所有点角 第一盘棋我记得黑棋也是这么下的 走 新位 然后首个角 白棋挂角 黑棋一间低加 下出这样一个边 黑棋是先挂角 白棋挂着 黑棋一间低加 随后白棋点33 而第二盘棋先改成了这样 白棋新小木以后 黑棋挂角 白棋一间高加后 于智亦还是喜欢点33 看来他对白棋在这一代加击以后 他的棋的一个理解是 特别喜欢点33 这两个交换一下不亏 让白棋没有办法一手手脚 交换了以后再点33 这也是他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构思吧 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 黑棋长 实在黑棋在争子有力的情况下 选择了跳 这一代变化 我们其实在这一期的节目中 江湖青坛这一期的节目中 也讲过了很多次 黑棋也有飞这个的一个下法 但是在正自由的下 这手跳对白棋的压力更为大一点 接下来白棋有多种选择 首先如果想要完成实战 完成这个定势的话 白棋可以压 黑棋接下来是小肩 随后白棋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飞压 飞压的话 黑棋估计会脱先了 比如说在这一代下棋 跳或者飞 或者在首个角都可以 将来白棋挤的话 黑棋就是沾上这个 另外一个下法是白棋挤这个 挤这个黑棋如果继续沾的话 那白棋这两手起的消化 已经便宜了 白棋就不一定会马上长这个 有可能就拖先他头 比如说尖顶 或者比如说盖住挂脚 都有可能 黑棋如果沾这个的话 白棋会长 那接下来黑棋拖先的话 白棋这下拐的力量非常大 将来打拔也先手 搬瞻也先手 这手拐价值非常大 这跟这样是明显有区别 所以这样的话 黑棋只能爬 爬的话 按照我们围棋的传统理论 白棋是会长这个 但现代围棋来说 这棋就不下了 黑棋搬 白棋拖先也可以 跟着搬也可以 黑棋如果再退的话 那明显缓了 白棋继续拖先 这个就等于还原了这个下法 黑棋爬以后 白棋走这个的一个下法 也会下成这样 但既然黑棋选择了跳 就不是太愿意还原成 刚才那个局部 所以白棋挤的时候 黑棋会反击打支 白棋冲 黑棋提 白棋长 黑棋这时不走也可以 继续跳一个也很大 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定势吧 都是这一代 都是现代的一些新的变化 此外白棋 从逻辑上讲 白棋冲了断 白棋是不太肯 黑棋就在吃掉以后 就还原成了一个 搬了连搬的定势 既然刚才白棋 没有选择这个 搬了连搬这个下法 而是选择了长这个下法 搬了连搬 应该说是有备于白棋的初衷 所以从这个逻辑上讲 白棋走这个黑棋跳 白棋一般是不会冲了一段 否则白棋就直接选择搬了连搬了 不可能看到 一般来说 不可能看到黑棋这不跳 白棋不会硬了 然后冲了一段 这个可能性不大 所以黑棋跳以后 白棋另外一种下法 就是在这 针子有利的情况下 白棋比如说挂脚 黑棋如果更正硬的话 白棋冲断 很多棋手认为这个是白棋大号 所以白棋挂脚的话 按照现在维持一个理论吧 白棋挂脚是肯定挂不着 黑棋肯定会在这尖 这样的一个尖 这样的一个棋型 都认为略胜于这样的一个棋型 稍好一点 黑棋如果继续手脚 白棋冲断 黑棋如果引针的话 白棋不 黑棋挡 这样的话 大多数 绝大多数棋手 还是更喜欢白棋一些 实际上黑棋跳以后 白棋先暂时放着不下 挂脚挂这个 也是很有趣味的一手棋 它意思就是 你走这个以后 我就不一定会走这一单了 有可能点脚 有可能烧飞烟 或者我先在这里走 都有可能先挂一个 如果你走这个 小飞手隔脚 那我再减重 这样会好一些 走这个的话 白棋挡下还是很舒服的 实际上黑棋索性就不下了 飞这个 这应该也是一招 非常有意思的棋 是一个非常老的定势 按照现代围棋来看 最近很少见到棋谱中 有这一下法 不知道这个是有备而来 还是 鱼之影临时的一个心情吧 飞这个 确实也是非常少见 而且从心情上讲 黑棋也很想这样加了战斗 就其实加了战斗 黑棋也无不可 将来这里接一个白棋 这三个子是姑骑还是外是 还不知道的 实际上这部飞应该也说是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下法 有可能是事先准备 但要准备到白棋一肩高加 也不容易 这其实当时曹又颖 选择白棋这部一肩高加 也是希望打破 黑棋的布局的一个部署吧 说到这个时候 我们也想讲一下陈文联总决赛 应该说两支队进入到陈文联总决赛 都是疏为不易的 南京的苏中建设队小祖赛 其实以第二名的身份出现 但进入季后赛以后越下越好 是加入了鱼之影以后 确实越下越好 基本上都守战是16-8的时候赢了 八战四二比零 半决赛二比零 都是一路顺风的进入总决赛 并且在第一局中又取得了胜利 而上海中国天鹰队小祖赛下得很顺利 小祖第一提前三轮就出现了 然后进入季后赛以后 一路跌跌撞撞 16-8是赢了那个 嘉维杰九段领先的上届冠军 徐州队 徐州一股队 八进四的时候对北海队 北海队是由十月九段领先 然后上海队是在 上海中国天鹰队 是在先是一局的情况下 连排两局 二比一逆转 进入了半决赛 半决赛又对陈威蕾黄马 有三位世界冠军 鼓励 朴文尧 谭笑 还有维甲的最佳新人 伊林涛等领衔的 宁波苏中建设队 然后宁波的苏浅队 结果又是在先是一局的情况下 二比一 赢了宁波苏浅队 进入了一个总决赛 然后在第一局的比赛中 应该说上海中国天队是一直是稍优 但南京苏中建设队确实 几乎是没有短板 他正如有四名为家选手 没有短板 而且业余棋手也是胡小 今年已经是职业二端了 也是报名的时候业余初端 但后面进步很快 是一名年轻的小将 因此苏中建设队实力确实非常强 所以总决赛第一局下得很激烈 最后还是苏中建设后来居上获得胜利 而这第二局对上海来说已经是不容有失 我们回到实战中来 黑旗飞 白旗小街 这双方在这里下成了一个特别古老的定式 这个定式应该说在几百年前就有 而在那个上世纪90年代末吧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李超号和崔泽汉老下这样一个定式 然后这里有子的时候 白旗有的时候拆这个 黑旗在高打入 而在白旗有子的时候在拐旗 他们俩特别喜欢下这个 这盘旗在这样关键的一个总决赛的地方 进行了一个复古 应该说也是非常有意思 但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配置 当时我就觉得白旗十分的理想 首先这个局部 白旗这种压什么都是先手 黑旗敢不敢打入 就是一直是一个问题 白旗就尖或者正 黑旗没有什么打入特别好的点 而且白旗这一代都有先手 黑旗即使尖白旗就压 黑旗走白旗搬 黑旗长 白旗这个结构依然很完美 实际上白旗拐旗以后 黑旗作为这一串下完以后 必须要有所收获 如果再往这下旗的话 那作为黑旗来讲 肯定是不行 白旗就拆一个 将来这一飞又特别舒服 所以黑旗肯定要往这一代下旗 走这个 白旗肩顶 这个白旗不能拖旗了 再被拖旗 黑旗这一飞 白旗这个脚上太残 所以这一个加以后 白旗肯定要动点脑筋 白旗必须要补 肩顶 黑旗一肩加 随后白旗跳起形状要点 当时我们觉得 这旗下得很顺 至少下得很顺 应该说是白旗相当不错的一个局面 这个配合太舒服了 所以我觉得黑旗这步飞 是否成功又带上去 黑旗其实这旗 首先走这个肯定不太好 走这我们就黑旗一段 这白旗就算一长 黑旗走 我们前几次介绍过的一个下方 肩 黑旗挡下 白旗吃 黑旗无论立也好 或者就下这个定式也好 黑旗走 这也是我们前几次节目中 介绍过的一个新定式 看上去复杂 但实际上有相当的必然性 这白旗都是 白旗走这一串 就是为了保证这两下提的先手 提完以后 只要每差一次 对外面的差别就特别大 白旗走成这样先手 那这样我们看一下 这个配合 这个间隔 确实白旗太完美了 本身这个定式就是白旗烧好 不能称之为定式 这个变化就是白旗烧好 况且白旗这个配合 那实在太完美了 所有白旗还可以继续双飞燕 找机会 找机会把这个字给断了 断了 蒸了 蒸了以后 这旗白旗配合更加好 这样的话 应该说是 黑旗不能接受的一个结果 那实际上这个黑旗飞又不太好 所以我建议黑旗还是走成这样 或者在这加一下 白旗走黑旗四机 拖过或怎么样 估计白旗会反加 反加黑旗再加 这样可能乱一点 所以这个不止从准备的角度来讲 白旗这一间高加 还是成功的 打乱了黑旗的一个计划 当时至少下成这样的话 我们都比较喜欢白旗 因为现在此布局 你要一下子拉开 尤其下到总决赛 一下子拉开差距 就一下子赢了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只要觉得好下这就可以 当白旗觉得跳心情十分愉悦 这里基本上已经实地化了 黑旗还跟着硬 不走的话白旗飞出 黑旗这块旗太惨了 基本上就要被攻击了 这个子机是被侵吞了 所以黑旗只能跟着硬 这时候硬的也很好 如果走这个的话 那白旗将来在这 在飞 这都很难受 压 所以白旗双飞燕 应该说是白旗顺风满翻的一盘旗 白旗双飞燕又瞄着这个的影针 所以它点脚不太可 所以在这双飞燕 记住现在这个定式已经渐渐被淘汰了 以前这个很喜欢这么下 但现在下这个的人越来越少 这个因为觉得黑旗这个形状十分的厚实 不是特殊情况 即使在一般的情况下 比如说黑旗加这个子以前认为是不能接受 现在都认为还更喜欢黑旗 黑旗的十分的厚 所以现在白旗都是要把这手旗给沾上 实际上黑旗挡略缓 当时比较担心黑旗尖或者立 立白旗走完黑旗 当时有些担心黑旗这么下 觉得这旗有点乱了 对白旗进行一个缠绕攻击 黑旗立完以后 白旗必须要把这种爬回来 白旗不能是什么再拆一个被黑旗挡死 这也没法看 必须把这要活出来 黑旗点也是必然的 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盘比较乱战的旗 当然白旗也没有怕的道理 这个从白旗来角度讲 黑旗管 白旗可以飞一飞压一压 也可以在这先拆一个 再拆一个也可以 或者跳一下都可以 应该说还是比较乱的一盘旗 当时已经觉得这旗形势不错了 想下得简明一些 对手这部挡 应该说是我们比较欢迎的 实战白旗搬 应该说从第一棒来看 曹佑颖应该说下成这样 现在黑旗走 白旗跑 大师 白旗压 像这样进行了四十手 曹佑颖应该说第一棒 非常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这旗即使谈不上优势 那至少也是我们比较喜欢白旗 这样的一个格局 周围空空大 脚伤实力也不小 这也打散局面 而黑旗上面的味道并不好 白旗就有一路利的先手 所以黑旗走这样 然后张强是 我们继续上张强 张强的布局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 白旗靠 黑旗利 然后当时局就下成这样 黑旗利以后 周瑞阳在下面摆的变化 他觉得白旗 这搬一下黑旗就特别特别难受 黑旗如果走这个的话 那确实没法看 白旗就再挡一下 黑旗只能断 或者如果拐的话 那白旗这两下先手便宜很多 将来白旗再怎么下的话 白旗就算拆一个 这两手机把黑旗压破 将来随时掉一掉 黑旗根本就没多少扣 黑旗如果断的话 白旗就碰一个的好手 尽管黑旗可以把这个吃了 但白旗这一搬 这里收获也很大 而且这里还有薄位 所以 周瑞一再强调 他特别想这里搬一下 实际上我们先看一下张强的选择 张强是先把这下给冲断了 张强是一位 应该说对AI研究非常深的一个骑手 他就这个冲断的价值实在太大 其实 包括黑旗实战就等于 只能在这一带引针 但对于我来说 我一直不太认可这个下法 我觉得白旗这是拆一个 这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黑旗就肩白就压两下 白旗就压了斑 这块将来控还是 基本控还在 但这一手骑的价值 应该也说也是非常非常 随后我们可以就周瑞一样 这个招都可以 这样我觉得应该说是 白旗明显要好下的旗 实战白旗冲断 当然这也不是问题是 这也是一个风格的一个不同 每个骑手都有 每个骑手的一个个性 但当时我们就是碰完以后 我们就讲碰完以后 白旗冲断也可以 拆也可以 让张强自己进行一个选择 他做出了他对这个局面下 一个理解吧 吃完以后 这个肯定谈不上是问题 但实际上黑旗这手旗下的很好 引针下的很好 黑旗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旗会驱正 黑旗比如说按照长行 拆一个一 那白旗再走一个 那白旗再走一个 走一个以后 这个旗的黑旗要对白旗 这块旗发起攻击还比较难 这块白旗我们旗可以点的空间很大 这里算这样挡住 搬了搬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八二十二 二三二五六六七二八二九 三九四四十五目旗是肯定有的 加这就五十五目旗 应该说这样的话 明显是白旗优势 但实战对手上的也是 维甲选手黄鑫 这手旗下的很有水平 白旗走这个 白旗只能补 这个被跑出来的话 那这里白旗明显亏了 只能补 补了黑旗一跳 白旗顿感这一带有些局促 这也是所以我讲 当然我也事后说 这次我下的话 我还觉得拆 因为被黑旗走成这两个以后 尤其后会就还不如拆一个 另外的话 即使我觉得没有拆 我也觉得这手旗并不是有想象中那么大 尽管AI认为这手旗很大 但这手旗也不小 所以如果我下的话 我估计会拆 或者就拆一个吧 实际上这两个手走完以后 这旗我觉得已经有些不一定了 就当时本来我们觉得 这个格局我们很喜欢 但现在的话 这旗已经进入到一个中盘乱战的局面 实际上 这一代白旗处理似乎有些草率 白旗扳 黑旗走 在当时的时候 其实被一断以后 我们叫了一个暂停 但叫了一个暂停以后 确实没有想出特别好的一个办法 这次我们当时摆过这个点 点是 应该说也是第一感 黑旗如果吃 白旗爬回 这样肯定比实战要强很多 另外黑旗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旗可以挖 可以走 白旗吃 可以这么下 但这样下黑旗不太行 但黑旗可以压这个 白旗走 黑旗扳 这里黑旗 黑旗是打一个 白旗加在这里 尽管已经活了 但感觉也很局处 黑旗会沾上 这感觉有些不满意 但如果是从实战结果来看 可能还是应该这么下 另外张强其实提出 他打吃了一尝 他说能不能这么下 把这个给弃了 或者尝这个 把这个给弃了 这个当时 其实从结果来看 可能应该这么下 这个弃了也比这个 把这块旗弃了 可能也比 也要比实战要好 但当时确实 没有人敢做这个决断 毕竟一块旗 几十目旗没了 背黑旗这两个手 一走几十目旗也没了 就在对于当时一个局面 在三分钟的一个暂停 就要做决断 无论对于教练 周瑞扬也好 或者对于其他队友也好 确实在这样一个决断 很难做 随后实际上白旗 选择了一个 比较中庸的一个下方 先把局面稳住 然后再找机会 但其实这样的一个效率 实在太低 黑旗打吃 白旗断 黑旗吃 白旗 形成了这样一个 白旗尽管把这旗活了 但黑旗收获了一个雄壮的外事 更关键的是 黑旗这上面 基本上完全实地化 实在黑旗提 这个时候是那个 挖毡以后 一吃以后 是周瑞扬上场了 而队上也派出了 非常有实力的一个战将吧 围甲选手 也是全国冠军黄于松 也是可见双方的一个巅峰对决吧 黄于松肯定觉得 这旗形式已经孤了 也就是优势了 就把这首旗给提了 这也是优势下的一首吧 但其实这旗黑旗 谈不上 没有优势到这种程度 而此时黑旗如果抢一个小飞一个的话 那这旗确实是黑旗好 白旗在这一代亏损还是明显的 就此原因白旗这部挖 是我们共同做出这个决定 这部挖还是有些问题 白旗可能会应该长或者点 都要比实战要好一点 或者就是白旗在这个时候 之前压之前就要想办法 另外就推到最初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不冲段拆一个 都是白旗比较好下的 HT 白旗靠 白旗是 先拐了一下 再靠这个 这也是周六阳功力的体现 如果拉我下的话 估计就这样掉一下也就算了 它这个靠是好吃 靠随后黑旗很难硬 黑旗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旗加 走这个白旗再一扑 黑旗渐渐就被着出一个口子 然后白旗还可以断着脚里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这断一下以后 黑旗很难硬 如果黑旗长的话 白旗就一挡 这已经不太行 一个挖一个吃 吃这个的话 白旗这里已经可以打进去 况且还可以继续追究你 这个黑旗困难 所以黑旗还是要自重 还是要把上面这个毛病给补了 所以大家选择斑 白旗搬 打吃 斩 应该说这里白旗的木树 也是有明显的收获 吃 跟刚才黑旗不提非相比 这里的木树差了将近20木齐 而且还有一些脚上的厚薄关系 白旗靠完这个以后 这个局面又渐渐稳住了 因此还是旗鼓相当的一盘旗 黑旗掉 这总是先手便宜 因为黑旗这里厚了 所以十分不愿意让黑旗车下厚 本来白旗贴都是先手 现在厚了以后这些都没了 这都是黑旗的战利品吧 这下完了以后 所以这一代白旗我觉得还是明显亏损了 白旗子倒 随后一起缴费 苏中建设就是这样 很稳 每盘旗看他们齐破 每盘旗都稳扎稳打 因为他们后半盘非常强 同时因为整个队的实力很均衡 几乎是没有短板 女骑手于之隐 是世界上最强的女骑手之一 而业余那个报名的时候 胡小已经是顶级的冲断少年 这一年进步又非常快 然后其他四名为假选手 几乎是没有短板的 所以这个队确实很难对付 白旗掺 这个局面其实谈论胜负还早 我们可以点下目数 白旗这间黑旗几柱 这黑旗12 13 14 15 16 223 2456 27 28331 36 37 341 243 44 49 55 51 加这里55 55肯定是要点的 然后55加这个阵型 对吧 白旗这里搬这123456789 石木旗 这辈17 18 9 256 27 28 这掉的29 30 31 32 33 34 44 57 48 58 59 60 这个61 63 64 65 65加这点 黑旗55加这里的潜力 应该说还是很难讲 黑旗实在掉这个好旗 所以我们后面讲 白旗是不是应该考虑尖冲 尖冲了白旗跳 稍微线一下 或者尖冲跳这个都可以 实际上有了这个以后 白旗很想在这尖冲 实际上白旗走这个 这黑旗下得非常好 这一旦 这两盘旗我觉得 黄云松应该说是发挥 是完美的 搬 下得非常的好 长 白旗管 这个白旗实在没有心情 在跟着硬了 硬了将来还有一路打之类的 二路打之类的 冲断这个下法 实在没有心情 而且这旗啊 黑旗如果在中间走走 将来都带着木 这个是 这里快都进不去了 这是白旗不愿意 白旗要追究你一下 你如果啃虎 比如说我再刺一下 如果能走到这两下的话 那太满意了 可惜 现在的年轻旗手 确实在这种方面 是绝对不可能忍耐的 反击 黑旗跟着走了一个 白旗如果肩黑旗就继续断你 周六阳继续追究这块旗旗 确实黑旗不可能再往这个脾气这么好的下 开始反击 现在年轻旗真的是在这方面很厉害 只要一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 确实 这一走白旗很难受 白旗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旗还要继续不依不饶地挖 白旗这个不能被走这个的话 这下边已经被打穿了 下边一旦被打穿的话 这里白旗全保了 像这种断的下发 甚至整体攻击的下发都出来了 这个受不了 白旗只能提 黑旗往里一长 继续破白旗的空 你可以破我的潜力 但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随后周六阳下面一手 其实有一些问题 这次白旗可能只能还是依然忍尽 甚至或者要走的话也是长一个 实际上黑旗这一段好期 又是一步好期 白旗搬 实际上白旗选择搬 长要好一点 搬黑旗一段是好期 当时我们觉得周六阳 是不是这期要拼了 要往里长拼了 但实际上也不行 黑旗就算尖 甚至断 白旗都很困难 白旗实在想了一下忍耐 黑旗打吃 作为白旗来讲 确实少花了一手旗把这收住 但其实付出目数代价也很大 黑旗一段 白旗这个子就感觉有些无疾而终了 这个子一旦不能反击的话 不走的话 黑旗再一段 那这个太厉害了 所以周六阳只能先把局面稳住 一跳 黑旗沾 这都非常舒服 白走 黑旗这一冲又是特别让白旗难受的一招期 难受在哪呢 白旗如果挡的话 黑旗就打吃 沾 在这一顶 这也是让白旗特别痛苦 这不仅是两木旗的问题 还有有关这里的后包 白旗绝对不能冲 冲被这样冲下这受不了 于是白旗实战又只能退 退完黑旗将来 斑沾还是先手 这一段尽管就小刀割漏 别看黑旗冲进去几个子 但实际上白旗的木数大大缩水 刚才我们点这块要五十多目 现在再点的话 可能也就三十目多不到一点 这里还有靠下的手段 黑旗拐住 这一串下完以后 大家看黑旗就从这吊一下 坚冲一下开始 白旗的木数几乎没有增加 白旗的木数还大大缩水 唯一的收获是跳到这一下 而黑旗在这一代围出了一个中控 至此在这个局部 应该说是黑旗奠定了明显的一个优势 这一概明显黑旗便宜了 但白旗现在唯一得到补偿是抢到先手 先点脚 从全局来看 先交换了两下 这局面黑旗 当时我们形势有些悲观 都认为这次明显黑旗好 甚至王成行说出黑旗盘面要15目左右的优势 但实际上可能差的没有那么多 周瑞扬当时觉得这次还可以下 在场上对局的那个周瑞扬 尽管觉得形势不太好 但这次还可以下 可能我们在研究席上的判断有一些悲观 其实这棋完全还有机会 把他点脚 以后打掉 再走的话黑旗有可能要长 所以把这个打掉 其实这一手棋也是非常的大 黑旗下成这样的时候 应该说还是黑旗明显优势 实际上断就想的有点多 断旗想骗白旗打吃一下 因为罗虫很多职业习惯的话 想打吃一下 随后白旗再走这个 甚至黑旗这时还可以爬一下 再走这个 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 白旗就不会上当 他想把白旗让白旗打完以后 把这一袋的结材削了 他可以放心开这个旗 白旗肯定不上当 一打吃尴尬的反而是黑旗 黑旗接下来这旗就不可能打吃了 再打吃白旗肯定不理你了 而如果本来的话黑旗走这个白旗班 黑旗还有利的先手 这下断只有亏 没有便宜的道理 随后即使走完这个以后 可能这部断 本来是想在一个小技术 便宜白旗一下 但实际上这下反而亏了 这个其实亏的是微乎其微 其实没有关系 不要影响心情 黑旗这个时候 还是目前是有优势 还是应该冷冷冰冰虎上 白旗不走的时候 再找机会跟黑旗开截 使得黑旗直接打白旗的机会来了 这个截 下值要比想象中要大不少 一旦打这个截的话 这盘旗白旗又充满了机会 双方之后又回到了同一旗跑线 白旗断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捷餐 黑旗打吃 白旗提 黑旗扳 现在当时我们觉得 这旗已经没有什么关子了 这是最后一战 可谁也没想到 这盘旗后面发生了 应该说沧桑巨变吧 白旗长 就从这步长开始 周六阳这时 141手是第二次的一个官方暂停 所以周六阳这是只有五步旗可以下了 他第136手一长以后 对手马上叫了一个暂停 因为这令白旗黑旗很痛苦 黑旗如果沾的话 这个截白旗里面还有好多截材 黑旗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旗就打吃 黑旗车本身的目数就亏了 这被沾完白旗可以打回去 所以这令黑旗很痛苦 白旗车不长确实是不好骑 但随后叫了一个暂停以后 黑旗也确实下出最强的一个下法 顶这个 不这么拼 确实不足以争胜负 而本身是这样 白旗有这个断 为什么要顶这个 白旗本身是有这部断的隐藏的好手 黑旗走出后 白旗可以吃 沾 和这里有关 本身黑旗是可以靠下 但由于犹豫又有了 这两个先手以后 白旗可以尖住 再一挖 黑旗断打 白旗可以沾上 有了这两手 把黑旗气紧住以后 而实际上顶住以后 这个手段 黑旗就产生了靠下这个手段 靠白旗走 黑旗就可以立 这里 黑旗松了一口气 白旗少了一个子 松了一口气 同时这不顶什么用意呢 就等于我要高效率把你补了 你如果提解 我就冲 你走 白旗吃的话 就是你已经连不回去了 黑旗首先 黑旗这个粘是先手 而且黑旗可以跑 吃的时候我可以反打你 那这个的时候 那这就完全不一样 黑旗可以先扑也可以 所以 黑旗这不顶 是高效率的一个补法 白旗现在来不及提节了 提节的话 黑旗一冲 就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吃的手段就没了 所以白旗要先吃 黑旗冲 所以下的还很精彩 冲 白旗沾 这打着打着截 这里的价值已经是超过了这个节的价值 黑旗沾 把这往里冲 可以吃 应该说白旗这里的收获还是非常大的 把黑旗这里的木树破了好多 但白旗这里和这个节已经牵穿百孔 白旗如果挡的话 这次不赢 就等于我往这里停了一手 让你把节打赢 而我付出了破你中央的一个收获 这个转换黑旗白旗还不赢 白旗还要提节 这节的价值缺少比这块大 本身白旗一块特别漂亮的空 现在已经被穿成这样了 这也是令白旗心痛的一件事情 已经牵的只剩四路空 而且四路两边漏风 这还有旗 黑旗提 白旗提节 这个王兴浩 现在上场的是王兴浩 王兴浩应该是要下的也是非常的鬼 让黑旗难受一下 你如果沾的话 那我就便宜木了 你如果挤的话 我这还有一枚应急的节材 提 黑旗肯定不肯先亏 这插的还挺多的 这插一气 这里将来还插着木数 所以黑旗不肯亏木 应该还是下的非常精彩 这期 黑旗再冲 继续码白旗 白旗不能挡 挡的话 这里再一断 这里的节材实在太多 白旗立 即立的时候 白旗已经做 已经做好准备 要打赢这个节了 白旗吃一下 这都是绝对的节材 这两个不能被踢了 黑旗实在穿 穿了白旗不硬了 白旗不粘了 再粘 这个黑旗冲下去 有很多节材 一提 黑旗断 形成了一个转换 这个转换 应该和黑旗当时 不打结虎相比 总体来说 非常复杂 白旗把黑旗中控全破了 而黑旗把这里的木数吃下 把白旗的控制 白旗的这块 巨大的一个巨宝棚吧 已经成了千穿百孔 黑旗的木都比白旗的木多了 但白旗把这个脚 也有巨大收获 又把中控破了 木数上黑旗不亏 但实际上白旗要继续 追究黑旗 这块 这是双方时间 已经非常紧张 搬 粘 这黑旗要做活 还是要动点脑筋 实际上选择这个 白旗搬 下面是做不活的 白旗沾 黑旗冲 白旗走 这基本上没有变化了 白旗打吃 这个时候我上场了 对方也换上了胡小 白旗沾 这个下法 白旗又把黑旗这里的空给破了 那胜负就无意决战 来到这里 轮到黑旗冲击白旗了 如果没有任何手段的话 这白旗已经逆转了 但黑旗就冲 黑旗其实就比如说 往这一加 白旗还是很痛苦的 甚至就不走 单往下夹都可以 这样的话 白旗还是比较困难的一盘旗 实际上黑旗冲了一段 这不断 如果输的话 那就是败招了 这不这里胡小还是太冲动了 白旗实际上一吃 白旗肯定吃 这旗 走这个 白旗一飞 这块不难做活 因为将来这一间都是先手 黑走这个 这个时候我叫了一个暂停 因为想判断一下 包括后面一个定型的手法 因为接下来下法 都是可以预料的 首先要我们研究期 做的一个决断 是先走这个跳回好 还是走这个好 可惜我们当时时间太紧 尽管这个暂停 有三分钟时间 但我们其实可能用在这个 也只能用掉一分钟 因为暂停是走时间的 我们当时可能 也就两分多钟的时间 每步骑尽管加十秒 但这个暂停 也不敢叫太长时间 其实还是应该走这个 实际上尖以后 但这里面涉及的变化 确实非常大 这一代定完形 做完活以后 黑旗肯定是要活着 活完这以后 肯定要定型这 我们大致都做了一个判断 实际上这样的话 觉得我们要小胜 小尖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如果吃掉的话 可能我们要稍好一点 这是其实局面 非常的威胁 搬 由于这吃三个价值小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 这里白旗不用补漆 当时就在摆这个的时候 暂停的时候 摆这个的时候 说靠白旗就夹住就好 都是我们大家 集体做的一个决定 走这个 白旗一挖 其实这么收就好 黑旗没有问题 实际上白旗走这个 当时我们摆的图 黑旗走这个 走这个一长 然后把这一冲 这样的话 白旗要赢 但对方 确实对方就要暂停 而且对方这是已经换上流溪 也是围甲选手 对方的教练兼队员 非常强的名气 它肯定拼了 把这个沾了 而白旗也必须挖 黑旗打吃 其实这样的一个时候 还是黑旗的引起 这时我做了一个 特别白旗应该先吃这个 先把这下打掉 这个有双仙两目 起作为的一个价值 白旗无论如何先打掉 打掉了 实际上白旗一沾 黑旗一打吃 我特别后悔 当时我觉得被人 拎收了一个 双仙收了一个两目 但实际上 这是我们最好的胜机 这个黑旗吃的时候 白旗应该把这个打了 这样白旗才能赢 其实黑旗沾上的话 白旗即使打吃 黑旗一立 这样其实还是 白旗要不够的局面 白旗估计要输 双方都收得正确的话 白旗估计要输 半目到一目半 而我没有打到这样 让黑旗打的这一下 这才是真正的机会 我把这个收了 如果这样收的话 是双方都有可能 是单截定胜负的一盘 半目胜负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细 实际上白旗提 失去了一个机会 黑旗沾住 客观讲这样的话 白旗其实的机会 已经不多了 黑旗把这下打掉 确实 其实都没有下出 黑旗一靠 靠的话 我们必须要下 其实要挖 只能下挖 挖黑旗走 白旗吃 其实我们只能是这么定型 但当时因为时间都太紧 包括研究席也都来不及 我们就尖了一个 一沾 这个时候应该说是白旗要小败一点的局面 但应该还有机会 跳 最主要是我们没有注意这里面的变化 这里面黑旗长 白旗走 我们只是粗粗看了一下 这里面觉得黑旗 这部不是先手 但其实这里带搜刮很厉害 白旗走 黑旗这个是先手 为什么说这个不是先手 这个时候白旗比如说挡 黑旗扑 白旗走 黑旗打吃 白旗 黑旗可以靠连环节来撑住 所以这也是之前黑旗 这个白旗不太敢跟黑旗打这个节的原因 这个白旗其实粘是没有问题 如果吃这个的话 黑旗有可能会先提你节 这边先提一下白旗也受不了 因为这里其实存在着一个连环节的可能性 白旗唯一的一个真正的最好的一个盛期 是这个时候断 黑旗其实不吃 把这个粘了 白旗也挺危险 然后这样走白旗不怕 但黑旗这个历史先手 这就没有连环节 白旗只能补齐 补齐以后 其实黑旗就比如说先搬一搬 这白旗是要被刮得很惨 这块扣 白旗走 黑旗再冲 黑旗冲了搬都可以 白旗如果跳 黑旗再搬 这其实白旗很痛苦 基本上甚至都有 不能点木 点了 煎这个一搬都行 就各种各样的下方 这其实黑旗 白旗欠的木特别多 所以也是我们讲白旗 应该吃回去的主要原因 实战 但由于隐藏的这个手段 我们也没有注意 白旗齐齐挖要比实战要好 但既是全下队也不一定 就关键走这个 黑旗应该说是双方都下 如果是电脑下的话 这次估计它下黑白旗都赢了 但在这样时间紧张的一个情况下 双方错进错出 一间 这时候黑旗其实到目前为止下 都是准确的 还打到了一个不应该打到的一下 粘住 但白旗其实这里 但随后黑旗也开始出现了问题 黑旗搬 他们是看到了这个下方 然后黑旗是 先把这个护住 这个肯定要走 这先没冲 先护住 白旗把这个走 其实白旗这个时候 只能把这个给吃了 尽管不大 当然也没办法 实际上 当时主要木也没点清 因为时间太紧了 黑旗实际上冲 其实下到这个时候 应该是已经完了 但黑旗这里也没有说出最好 下得过于简单 黑旗搬了一搬 这个下得有点简单 白旗一跳 这样一下子又细了 这其实局面又进入到一个非常威势的局面 白旗要补 黑旗再提 白旗战这步棋有点小 可能还是粘住 或者利 甚至把这个收了也挺大 把这个补了也挺大 这个稍微有点小 下到这个局面 双方其实都是出于一种高度紧张 说到这时候 我们也可以聊聊这个话题 在尤其下到陈文联总决赛 包括一些大赛的决赛 其实并不是双方要求发挥出100%的水平 因为这种争旗无名局 很多旗的时候难免受到一些心理波动 尤其我们之前节目也提到过 陈文联这个总决赛 陈文联这个旗本身就要比个人下压力大得多 因为个人下输了 只要对自己负责就可以了 而陈文联是大家辛辛苦苦 集体研究下的一盘旗 尤其你上场的时候 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 更别说承载着一个城市的希望 代表是城市 而且就即使是这样一盘旗 队友们都辛辛苦苦下 而你如果上去一步随手 或一个低级错误非常自责 所以陈文联大家起手普遍反应 压力都很大 而下到这个时候 关键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卫手卫脚 这期也要输 而这盘旗其实双方都是拼出来了 大家有些失误 因为这个40分钟加10秒读秒 失误是难免的 但关键在这个失误中 怎么样尽可能避免失误 怎么样尽可能发出自己的水平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肯定需要一个心态 所以首先要有一颗平常心 在局面中又要非常冷静 同时又要非常的高度的 一种思维的一种集中吧 集中力一定要强 专注力集中力都要强 所以因此陈文联 我觉得每一盘旗 其实挺锻炼起手的 在这样的一个陈文联过程中 其实作为我们业余起手 或者女骑手甚至是普通的职业骑手 都是对大家互相实力一种提高吧 大家通过一个摆旗互相交流 自己的这种思路 同时也有这种世界冠军来作为教练带队 其实对于整个队的一个水平 包括整个骑手水平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说陈文联这个赛制 确实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下到半决赛也好 决赛也好 在这期江湖清探节目中 有很多这样的棋 就是因为这些棋的质量 应该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才推荐给大家 也想让大家感受到陈文联的那种激烈 好的 我们回到实战中来 这个打吃以后 这棋其实 白棋已经很难下 白棋冲 这棋搬又是关子好手 这盘棋刘西后半盘下得非常的厉害 这个打吃 应该刘西这几天 其实参加这个比赛很不容易 他下棋的时候 他的夫人蔡碧涵只要二端 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他马上就要当爸爸了 就这盘棋下完以后 马上就飞回杭州 应该说也是 可能是未出生的小宝宝 给他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运气 这盘棋真的是下得很好 刘西的后半盘 下得几乎滴水不漏 不过不能表扬 这步棋稍有问题 肯定应该揭这个 这个利益等于本身是一个警截 而这个利益给白棋脱先的一个情况 也就成了一个六木棋 但不影响胜负 游戏蔡碧涵本身也是我们很好的朋友 但场上是对手 尽管是场上是对手 场下就是很好的朋友 一方面也是很希望他们为出生的小宝宝拿下这个冠军 同样我们也肯定很希望这盘棋能赢 所以这也是棋手比较残酷的一个地方 只让白棋吃完以后打吃 黑棋也不着急 这个截棋就是一个六木的关子截 黑棋一虎 虎又是很老道的一部棋 再走以后又多了好多枚截 白棋想想没办法补了 其实这个局面下黑棋小胜已经基本上是不可动摇了 但一两个黑棋下的狠狠 把这个刺一下 先没刺 先把这个扳 走 把这个冲掉 然后沾这个 也是要便宜了三分之一目 要求便宜这三分之一目 下的很细 然后吃是不亏的 再提截 白棋这个截撑不住 撑这里都是截残 黑棋 这时黑棋就把这冲 再把这沾回 但其实下到这个程度上 我们当时局面就点清了 就感觉这棋盘面八木到九木 就黑棋 半目到一目半已经是不可动摇了 应该说整盘棋 白棋布局应该就是非常成功的 尤其这个剑格 当时觉得特别好下 但实际上白棋这个冲断以后 没有注意到黑棋这两手的好棋 这两手好棋以后 白棋也没有最后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吧 没有下出这部点啊 下的有点软 这部哇 当时我们这个整体的决断 先把局面蹭住 因为布局优势 走完这样亏点没关系 但实际上黑棋已经是完全的一个逆转 当然黑棋提有点缓 如果飞的话就优势更为明显 被白棋拖断以后 这棋白棋形势得到了一个缓和 双方又回到统一的棋保线 中盘的战斗 应该说黑棋是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确实也是黑棋下的好 这一代下的行云流水 该反击的反击 该退浪的退浪 但白棋在这个点脚 这个结征以后 又获得了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 这个打完结 沧桑巨变 白棋把黑棋的空全破了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看看布局 再看到最后 看到白棋围上这块空 和最后的一个局面对比 可见这盘棋的一个惨烈 应该说吧 这盘棋尽管输了 上海中国天一队输了 有些遗憾 但是这盘棋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尽了最大努力 从整盘棋的精彩过程中来看 确实是跌宕起伏吧 大家有一些精彩的转换 大转换 包括一些 真是绞尽脑汁的一盘棋吧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后悔的地方 也是我们上海中国天一队 明年卷土残难 好的观众朋友们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